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三角 今天我会讲讲武将觉醒后需不消声技能 以及需不消声觉醒技的东西 首先今天第一集我会讲太史 太史是我第一次升到15技的武将 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技能 只会随着他这个技能吸数而升级 会更加劲 他不会随着他自己个人的吸数然后变得更加劲 因为他的技能就是放一个潜行影视出去 有生命有伤害 维持12秒 他的技能就8秒开一次 你主要看他这个技能只有三满码 生命秒伤和持续多久 持续多久的一个一定是12秒 你灵技也好15技也好都是12秒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生命和秒伤 这个生命和秒伤就是会受到天命的影响 哪个天命的影响就是会受到伤害天命的影响 很多这些技能都会受到伤害天命的影响 我觉得太史这个都会的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拿到太史的时候 已经是开了他的伤害天命 所以我没办法可以查到 究竟如果没有伤害天命的时候 他这两个数值会不会低了 伤害天命有影响也是不奇怪的 因为很多武将的技能都有影响 主要就是你升他本身的吸数 就是不会加到影响的生命和秒伤 所以就一定要升他本身的技能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技能比他的觉醒技更重要 原因是如果你觉醒了他 你不升他这个技能 其实你是不需要觉醒他了 因为你觉醒他 你多多10级的时候 你可以升他10级 就会增加他的生命多些伤害 对于我来说 我都没开到生命天命 他生命一定是少的了 他不会强得去哪里 因为太史好用不是他自己强 是他的技能 他那个技能 那些技能 如果你要他那些技能 就一定要升他这个技能 你想那些技能 就一定要觉醒他才可以升他技能 如果不是你觉醒他10级的60级和50级10级的武将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分别 你自己他可能多了少少血多了少少伤害 所以他这一款武将 他的技能 那个伤害不会随着他自己的吸数升的话 就一定要升他本身的技能 那么 觉醒技了 他的觉醒技也是值得升一个 那么所有武将的觉醒技都一样的了 可以升四次 你是LV1开始的 那么最高去到5级的觉醒技了 那么他这个就是 升幅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武将也是的了 他的加幅每一次的加幅都一样是这么多的 但是每一次就会更加贵了 那么开始是5万 然后10万 15万 20万 那么所以到最后 20万那一下 你可能会觉得是不值的 因为你20万那一下跟你5万那一下的升幅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太史来说 他1技的时候 就是回复8%生命 到5技的时候 就是回复20%生命 那么每一次就是多3个%的 那么多3个%其实都OK的了 回复%来说 应该整个游戏是只有他 和诸葛亮的觉醒技是会回血的 那么他回到10个%的血都OK 那么为什么我不升他这个 觉醒技主呢 就是因为我未开到生命天命 他也是只有2000血 我就算加到他20%的 都会回400血 400血 省一下眼就没有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地步呢 他这个觉醒技就不是最主要的 他那个主要的技能是 重要一点的 那么当然了 你要计算一下 就是你自己想一下 其实所有武将的觉醒技 都不会说是 都不会说是太差的 看看你哪个情况会不会需要用到他 你觉醒了太史 就自然已经会回复8%生命的了 所以已经是很好 再每次加到3% 我觉得到10万珠这下 都是应该值得升的 之后那些就真的要看一下 等我的太史开了生命天命 等他多些生命我才会投资下去 最后那两剂的 那么今天呢 就讲住这么多 下一集我们会讲另外一只武将的 觉醒技和他的技能 下集见 拜拜